最後一個我們希望可以改進這個模型的性能 那叫boosting 增強 那基本上這叫Adaptive Adaptive就是適應性的 Adaboost 基本上是1997年提出這個方法 那它基本的觀念就是說 你可以建立了非常多的決策數 然後呢 如果你製作分類的時候 最後這個數的怎麼決定來投票 真正每一個例子來投票 比如說你有三個數 兩個說A一個說B 那你就決定是A 所以基本上它的概念上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Adaptive本身 它當然有很多詳細的內容 因為我們一學期的課程 就是大學部的時候 不打算講到後面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去上網 可以看一下相關的論文 那基本上這個也列為 因為它是一個很重要的方法 列為十大演算法 Adaptive 好 那基本上呢 這個在我們這個例子裡面呢 待會看的 這個它的嘗試呢 這個是這個 就是用十個 這個十個數 那基本上呢 它是detectal 就是事實上 它的標準 是研究顯示 它說 這個呢 大概可以降低 這個錯誤率 25% 這個是它的一個分析的結果 那當然你可以試試看其他的 看是不是可以降更多 可以實驗 那它的結果是怎麼樣呢 這個平均的這個數的大小 本來是67 Original 變成56 準確度 原本的是13.9 現在變成3.4 你看 這個變好對不對 測試資料 這是訓練 這是測試 測試的資料 原本的是27 現在呢 測試資料 降低了 變成23 減少了多少 27分之4 大概等於是14.8 我們前面 第一張同一邊講過 如果你選10個的話 它目標可以降到25 那這當然是一個 25是一個 這個 不是一個真正的值 它是一個平均值 一個測試 一個比例 所以基本上有可能比較少 更比較多 看你的立體的墊 那這一個 這個 預測呢 你是不是會成為呆帳 或拖欠 原本是50 現在47% 還是不是很好 那有可能理由是說 你的這個 訓練的這個資料集很小 或者是本身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 這個呢 就是訓練的結果 錯誤力量23 這個就是 你在 這個 在執行一下這個R的資料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說 你呢 這個做這個不同的調整 比如說呢 你呢 這個犯的錯誤 有一些錯誤的代價是比較高的 比如說 你呢 拖欠的這個貸款 基本上是一個錯誤的這個 非常昂貴的錯誤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各位知道 銀行賺的錢是靠所謂的利差 你拿去銀行存錢的時候呢 比如說以台灣而言 存款利率呢 是1% 你可以銀行借錢 可能是3% 甚至5% 甚至10% 所以呢 銀行是借了這個利差 來做一個運作 所以他賺的是你的利息 interest 所以呢 但是呢 如果你呢 因為這樣子導致有這個拖欠 他又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扣押的時候 那你這個錢又付不回來 所以這個嚴小於他 所以顯然呢 你要保守一點 有一種做法呢 是拒絕邊界線 你定一個更嚴格的邊界 直接在邊界底上 通通不接他 這是平直覺 那我們也沒辦法用其他的方法呢 這邊提供了一種方式 就是 你在你的這個cost 在你的這個cost matrix呢 給他一個懲罰 也就是說呢 一個拖欠的這個借貸呢 會等於四倍失去的機會 什麼叫機會 也就是你借錢給這個人 然後呢 你呢 因為他的借錢 你得到他的利息 假設這個兩個金額是差四倍的話 叫錯誤的cost 那待會你可以看到 安排的話呢 跟completion matrix呢 是不太一樣 所以你要注意到那個位置 0.4.1.0 那位置跟這個completion matrix 是不太一樣 所以你要注意到 那待會結果 你可以看 這個總錯誤率呢 32% 增高了 原先呢 這個add out boost的是23% 那你這個false negative 就借後 借了他 那拖欠 這種情況呢 減少了 變了19% 原先是多少 47% 所以顯然呢 你看我們給他一個四倍的懲罰 他就你看 這邊跟你講啊 我們現在高懲罰 他就會避免這個情況 所以這個很符合直覺 對不對 很符合直覺 你 給他一個高的成本 他自然他避免 為了高的成本 他自然就避免做這件事情 然後呢 false positive 拒絕的 就是 他是好的 但是你 拒絕他 38%變多 原先只有12%而已 所以這個是你必須付出的代價 因為你判 這個他是變成拖欠 所以你就只好 這個盡量不要去接 所以這個基本上呢 你當然做取捨 看你可不可以接受這樣子 所以 為什麼做這個你可以嗎 視為在我們作為嚴格這樣的 所謂的靈敏度分析 也就是說 如果4比1的話 那你的老闆可不可以接受 拒絕的變多可不可以接受 或者8比1 拒絕的變更多 老闆可不可以接受 但是呢 你最後拖欠的盈利當然就會下降 所以基本上這個決策分析呢 是你做這個分析之後 讓你的老闆 做這個決策 到底要不要實施這個政策 所以決策分析 決策數呢 是幫助你做決策 還是要人去做 所以基本上呢 有的東西是沒有辦法量化 我們只是提供一個靈敏度的分析 讓你知道說 我們這樣子做就會怎麼樣 這樣子做會怎麼樣 有時候呢 有時候就會失敗 有時候會成功 是這樣子 好這個呢 就是最終 剛剛這個 這個 這個你的這個拖欠的比例 比較高的時候 你看這個 這個 真正的是這個 YES 然後他的 預測是NO 基本上呢 機會變少 變成六個 32個裡面的六個 但是你拒絕的人就變多了 所以這個是你要的這個權衡 所以在我們這個裡面呢 增加一個cost 這個C5.0這個引心的引數 我們在這邊設定 剛剛講說 我要這個 他的這個權重 是長這個樣子 那各位知道呢 這個矩陣的安排方式 這個這個位置呢 基本上呢 所以這個位置 跟Compution Matrix不一樣 對不對 這個呢是拖欠的 但是呢 Compution Matrix 這個拖欠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 我只在跟你講說 這個位置是不一樣 你要特別注意到 要解釋會錯誤 好 他的優點 基本上呢 可以這個 在很多的問題 都可以執行非常好 就是這個 All Purpose 任何目的都可以做 他是一個非常高度 自動化的學習的過程 可以處理呢 這個所謂的數值資料 然後呢 明目資料 失去的資料 也可以 然後 使用最好的這個Future 那基本上呢 他訓練的這個 需要的這個例子呢 可以很少 也可以很多 那基本上呢 你可以這個 很容易去解釋 解釋這個模型 那不需要太多的這個數學的這個基礎 或是背景知識 當然這個要相當小的這個決測數 那後面有的方法就是需要一些數學的概念 然後這個決測數比較拒絕 那他有時候是 比其他的這個複雜的方法比較有效 那他的缺點就是說呢 他有一個偏差 他什麼樣的偏差呢 如果呢 你也是某一些特性 有很多的這個Large Level 那你分割就會正常跟他分割 有時候呢 你就不是這個非常準確 對不對 那 通常是容易呢 過時 或是Underfit 你的模型見得太粗略了 另外一個呢 就是我們在前面一節講的 就是你有一個平行軸的問題 因為 分割的時候是一次 做一個特性來做分割 不是考慮 共同的 那考慮共同的話 他的數學分析上是比較複雜的 也就是建立 這個數學的基礎說 如果不是平行軸分割的話 你要怎麼去分割 他分割的性能怎麼樣 那理論上的分析呢 是比較複雜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呢 如果你的是小小的改變的話 在訓練之下小小改變 就會產生怎麼樣呢 非常大的 在決策邏輯 就會產生很大的變化 本來是 這個本來是A 他可能變成B 這非常敏感 然後這個非常大的數 像我們這些數那麼大 就非常不容易去解釋 難道這個有時候會違反 康德是違反 以切不切是直覺 違反直覺的 所以基本上他也是缺點